为三岁爱女老爸爸般刺在手上 刺耳的纹身针不断响起 为了宝贝女儿一点都不觉得痛 因为她要在手臂上刺和女儿一样的小猩猩 她是住在台中的39岁周爸爸 她三岁的女儿出生不久 全身就长满色素性循麻疹 因为我从小就跟她讲说 你身上是小猩猩 她别人都没有这一文字 她跟女儿说 长大后小猩猩就会不见 但女儿即将上幼稚园 她担心女儿受到异样眼光 上周她去刺青店 将女儿的故事讲给刺青师傅听 刺青师傅为她试刺了一小块色斑 回家后 你看爸爸一个小猩猩 就是她讲了一个话 让我觉得有点不捨 就是说爸爸我的小猩猩比有多来的 27号她再去刺青店 在手肘上刺了20多块色斑 那只是说至少让她觉得说 至少爸爸是个慢的 她说女儿的色斑 因为随着年纪消退 但她的刺青将永远在 但是也知道说这个刺下去之后 应该是不会 没有办法就是恢复像原本的皮肤这样 但是就觉得没关系 刺青师傅将这个爸爸爱女儿的故事 偷望感动许多网友 会很少遇到这个状况 基本上来事情一直觉得比较帅 真的很感动 就想说爸爸怎么可以这么的伟大 动新闻台中报导